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彬彬有礼 对于新冠溯源问题 在全球质疑下 德特里克堡面前 已经立起了一座罗生门 2019年7月 靠近德堡的两家养老院 出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 包括德堡所在的蚂蚁兰州 等多个地方 开始爆发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炎 也是在那一年7月 美国军方突然关闭德堡实验室 外界猜测 德堡可能发生了一次 病毒泄漏事件 因为这个地方 之前就有过多次安全事故 而且存在着大量极为危险的病毒和细菌 仅仅关闭大门 一直拒绝回应的德堡 现在除了沉默 还是沉默 拿过全球抗疫第一大国的美国 别害怕呀 拿出点资讯来 把德堡的罗生门给拆了 给世界看看真相吧